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社会发展 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亦不断提升 为这个时代加添更多色彩 3月份是女性历史月 列治文力邦艺术馆 就联同四位本地女艺术家 举办一个名为他事国 新进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展览 探讨与关对艺术、生活和世界的诠释 在今晚的优行活动展览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展览由四位本地女艺术家联合举办 他们由全球各地的不同艺术学校毕业 但都借根于中国文化 并且受到多元文化的艺术世界所影响 从而在展览中向公众展示他们 独特主题和风格的作品 这次我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以插画为主的 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作品 然后我是希望用那种同趣的风格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来激起大家的想象力 崇雅涵表示她的作品首次以炳熙 来打造一种类似水彩的效果 并将文字与艺术作品互相连结 以流动和奇妙的方式聚述画作背后的故事 而另一位艺术家就以六幅作品分成三个系列 探讨自然世界与她的人生观 它是有一些云南色彩的一些红土地的元素 就是我想说的是 当我在面临这些未知的时候 我有的东西 我的故乡 我的经历 它们都是Nutrients 它们在Nutri me 它们在帮助我走到下一个阶段 而沈家宝则以三幅抽象的画作 对死亡有另外一个看法 延续了两三年的瘟疫 然后我感觉到我自己就是对死亡有一种更近距离的观察 它是角 新进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展览 将展出至今个星期五 另一方面 由列治文华人社区协会的活力长者画剧场 将于今个周末举行两场画剧表演 故事的内容是讲一班退了休的长者 它们有不同的兴趣 有些是喜欢太极活动 有些喜欢唱歌 有些喜欢跳舞 有些喜欢做画剧 不同的嗜好 它们都可以退休之后多些时间来享受 黄金岁月乐游游 将在3月25日在列治文文化中心演出 现场章设有幸运抽奖 此外一年6日的 叶元冰球世界杯将由即日起至今个星期六举行 在列治文兵上活动中心及OFO体育馆 进行不同年龄组别的比赛 公众可以免费入场观赏赛事 好了今晚的悠行活动展览就说到这里